佛光照大帝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行为首先 我们来关心国际讯息 印度新冠疫情 每况愈下 确诊的人数标破了2000万大关 而死亡人数更是突破有22万人 可以说医疗系统 可以说是崩溃了 像是现在医院 可以说一床难求 各地的医院 也都出现了氧气供应吃紧的情况 现在马来西亚佛光人 他们发挥了爱心 捐出有200台的氧气 空运到佛陀的故乡 要和印度人民站在同一阵线 对抗新冠疫情 合力从货车上搬下一个又一个纸箱 东产寺佛光人集体创作 就连佛光山西马太印总主持 决称法师都挽起袖子来帮忙 打开沉淀电纸箱 氧气机映入眼帘 一共200台是马来西亚佛光人爱心 要送到印度帮助他们对抗 每况遇下新冠疫情 回想起募资过程 却成法师向他感动 好快的不到一个多小时呢 一百台已经被大家供养领养完毕 这个让我心中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在这个疫情当中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 佛光人的精神实在是了不起 马不停蹄打包装箱 除了氧气机之外 马来西亚佛光人也准备了1590套 个人防护装备PPE 还有一万多个口罩和防护衣 要支援印度医疗前线 一个接一个仿佛大队接力 佛光人展现超高效率 把大批物资搬上车 准备送往机场 要把满满的爱空运到佛陀故乡 用实际行动帮笼罩在疫情阴霾底下的印度加油打气 另外是马来西亚综合报导